康瑞颱风来了 其实全台各地都传出零星的灾情 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是要上班上课的 但是这个颱风过境之后 通勤之路也是困难重重啊 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 康瑞颱风肆虐带来了强风好雨 相信大家今天出门都是看到家里附近 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惨况 这个树都直接压在了汽车上 甚至是直接被连根拔起 公园呢完全没有办法来使用 这其实是在台北啊 现在路上许多超商的招牌倾倒啊 或是有一些铁皮屋 一整片就直接飞在路中央 挡住了所有人的路 那最多的就是这个路数倾倒的状况啊 很多都是直接横倒在路中间 所有车辆都过不了了 所以大家就忍不住到蒋万安的脸书留言 他说你看这样子 双向的车道都没有办法通行了 我要过去还要跨越双黄线 来闪这些树枝 甚至是一整棵的大树 就抨击说蒋万安你是在让我们训练我们的开车技术吗 那当然不只开车骑车的人喔 今天其实火车也误点了 很多人其实是从外县市要到台北这边来上班的 现在呢都不知道要搭什么交通工具了 现在早上市区的交通真的是大型的障碍赛 整个都大打劫了 所以这个台风过境之后其实交通也是一项考验喔 再来我们镜头转到花莲 花莲的灼心乡其实灾害应变中心就表示说呢 灼溪村有一些部分的村落 因为这个台风肆虐造成说淹水的灾情传出喔 甚至有一些地方是淹了一层楼这么高喔 所以现在也紧急启动了这个撤离的作业 这个画面哪是在浊西国小附近 他们其实也传出了严重的淹水灾情 现在这个画面其实水已经退去了一些了 不过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其实在马路旁边都还是有一些积水的状况 甚至在更严重的时候 他们户外的那个篮球场是直接被一整片的黄水覆盖了 甚至他们对外的道路也没有办法来通行喔 这个篮球场是被黄水淹没 大概是在篮筐下面的四分之一高度喔 只剩下一些花圃啊 或是一些操场等等的还没有被淹到 那其实他们都对外道路 泥水不断的冲刷 甚至呢都是一条黄黄的小河 也没有办法到外面喔 不只是浊西国小喔 他们的浊富大桥 其实也因为溪水暴涨的关系 水都已经覆盖在桥面上面了 现在浊西乡有一些原住民部落 也传出说有土石流的状况发生喔 所以也要提醒一定要特别的来当心喔 最后我们来看到 不只是花莲喔 这一次台风的登陆点是在台东的成功证嘛 那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是承受了康瑞台风瞬间最大的风势跟雨势喔 我们可以看到喔 这个水一瞬间是灌进了这个池上香其中一个下水道喔 这个下水道的水深几乎是要到人的腰部了 就有一名继承车司机啊 他急着要回家看到水淹的这么高还是冒险涉水而过 没想到车子就这样子抛锚在这个地下道的中间了 那这个小黄其实也是他的身材工具 身材工具没有了我们可以看到司机大哥 他其实人就站在他的车子旁边都不想要离开 不过我们看完了这以上这些灾情 我们还是要来关心说 今天要恢复上班上课的礼拜五了都传出灾情 大家也关心说台风什么时候会离我们而去 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呢 其实康瑞台风呢 在凌晨两点的时候就减弱成轻度台风了喔 所以他现在的强度其实是轻台的下限 很快就会变成热带性低气压了 所以气象鼠也表示说 他目前其实是在马祖的附近 而且速度很快喔 每小时34转46公里的速度 要朝台湾这边来离开了 不过呢 他的暴风圈还是笼罩在我们的外岛喔 像是马祖金门这些地方 但是台湾的本岛已经脱离了他的暴风圈了 现在他的强度快速的减弱 所以暴风半径也缩小了 只剩下180公里 但是气象鼠还是持续的来发布豪雨的特报喔 预计呢 今天下午之后 因为我们已经脱离暴风圈了嘛 所以下午天气就会逐渐的变稳定了 各种的风势跟雨势都会明显的来减少 台风过境之后 接下来的考验就是灾后重建 重建家园了 那受到抗瑞台风的影响喔 可以看到画面 其实昨天啊 老龙溪的溪水是暴涨了 可以看到这溪水相当的浑浊 而且里面夹带了很多土石 导致说台20线靠近93线 2K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明霸克路桥 它这个桥其实旁边有一个变道 变道呢 是直接被这个溪水冲走了 大约是流失了100公尺 那道路中断了 人车就没办法通行嘛 不过万幸的是 昨天晚上 他们就有先进行预警性的封闭 因此呢 这个没有任何的人车伤亡 但是啊 目前在高雄的桃园区 复兴里跟拉福兰里 还有梅山里 这三个里啊 因为这个变桥被冲毁的关系 现在啊 交通中断了 变成孤岛 驱公所呢 其实已经在附近的两个平台 两端有设置了大型的流龙 这个流龙呢 就是可以在这个桥这边 溪水这边 可以来当做一些紧急的物资 还有医疗用品来用这个流龙来运送 来满足这个紧急的民生需求 那目前呢 根据了解 这三个里的生活物资都很充足 那也会提供他们安置在安全的场所 再来我们镜头转到市区 在新店的安坑社区 可以看到大楼外面这个室外机 是直接垂掉在外面 摇摇欲坠 这个其实是不敌这个康瑞台风 带来强劲的风势 现场呢 其实这个冷气的室外机 只有冷煤管两条细细的来撑住这个 重达好几十公斤的这个室外机 那现场呢 其实也拉起了封锁线 附近路过的居民 还有民众都觉得真的是太夸张了 这个台风 都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强劲的风势 那其实现在已经有工人到场了 并且是先把这个室外机做处理 拉到阳台来避免说如果强风吹来 它很有可能会掉落 再来我们透过图卡来看 其实这个康瑞台风啊 它因为登陆台湾 受到我们的这个中央山脉护国神山的影响 它现在的强度已经是清台的下陷了 甚至不排除呢 很快很快 它就会降低成为热带性低气压了 那它现在的速度其实超级快 它以每小时34转46公里的速度 是朝台湾这边飞奔而走 那它现在本岛 我们本岛台湾的这个路景也已经解除了 那预计说在下午的时候 也可以同步的来解除海景 但是还是要提醒 今天白天各地虽然风雨比较趋缓了 可是它的外围环流 透过云图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云层相当的厚 也会影响到我们 包含了在外岛 澎湖金门 马祖都会有震雨 甚至不排除会有大雨跟豪雨的状况发生 那在今天白天开始 西半部地区雨是一阵一阵的下 不过要留意了 山区像是中南部的山区 人会有局部的豪雨发生的几率 要特别的小心 那明天开始则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台风走了 但是东北季风紧接着就要下来了 所以北部跟东北部的天气 都会稍微的变凉一点 在下礼拜一 东北季风会再增强 礼拜二到礼拜四 气温会更凉 在北部甚至宜兰 甚至会出现一字头 温度大概是到19到26度左右 那以今天的天气来说 我们还是要为您整理几个天气的重点 第一像是马祖还是要留意这个台风的风雨 因为马祖现在在比较旁边 所以它这个台风的结构 其实还是会在马祖的上空 所以要留意风雨 另外在台湾的山区跟中南部 还是要有局部性的大雨会发生 再来今天的天气形态 由于这个台风结构的影响 整个大气的环境 其实水气是偏多的 今天也是吹南风 所以一整天的感受会比较闷热 建议大家可以穿得比较透气一点 再来呢 则是现在的海面还是很危险 因为海景还没有解除 所以海面上的风浪还是比较大 加上连日下雨 不管是海边或是山区都很脆弱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非必要不要前往 最后则是要提醒 台风强台过境 现在的这个街道上面 可以说是一片狼藉树倒的倒 这个铁皮都飞到路中间了 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来小心交通的状况了 以上气象资讯就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了 台风过境之后 现在除了要重建家园之外 交通也是一大考验 今天早上我们其实看了很多的画面 像是通勤路上 像是障碍赛一样 路边的树不是倒的倒就断的断 那其实呢 不只是开车骑车上班的人很辛苦 现在连搭火车通勤的人更是叫苦连天了 来看一下 因为以往遇到台风 就会预警性封闭的台铁 重得到和人路段 这一次因为土石流 现在目前也是在中断当中的 那不只是只有这一段 包含了在花莲的吉安车站 到智学车站这个区间 就是因为木瓜溪桥旁边的北桥 它铁道的方向似乎有一点不平整 所以今天也是预行性的封锁 那今天早上呢 其实有一些专业的技师 以及来鉴定这个桥梁的结构 确认状况没有问题的时候 才会来恢复台铁的通车 以确保旅客的安全 再来复原到光复车站 以及景美到北普车站之间 则是因为电力设备受损情形太严重了 所以现在已经派员来到现场抢修了 但是抢修的时间 也要6小时到10个小时之间 所以目前也是暂停 没有办法通行的 所以台风影响现在台铁各处的路段 其实都受损了 现在他们漏夜的进行一些抢修的工作 目前纵冠线还有宜兰线南回线 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行驶了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北回线 还有花东线部分的路段都还在抢修当中 资讯要提供给观众朋友 另外今天早上上班时间 还有一个地方矽科车站 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 这个电车的电线断掉了 导致说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抢修 所以今天早上上班的时间 上午系纸到南港这段时间 是东正线单线双向来通车的 那这个系纸车站的区间车也因为这件事情 误点了半个小时之久 所以甚至有很多辆列车都是直接停驶不开的 变成说很多的通勤族明明就知道今天台风过后 第一个上班日 他们要提早出门 因为知道列车一定会误点 可是提早出门了 却还是遇到这个列车不开的状况 都纷纷的哀嚎说 这样子到底要怎么上班 都还没清理好家园 因此交通部长陈世凯 他今天在视察的时候就表示说 现在花东线花莲到台东 还有南回的这段路线 预计在今天下午三点之前就会抢通了 那苏花铁路则是明天的第一班车 就会恢复来行驶了 但是现在除了台风之外 还有一项因素也导致说 今天刚刚这个交通大打劫的状况 是什么 就是地震 花莲近海其实在今天的凌晨12点18分的时候 发生了瑞士规模5.5的地震 这个地震最大的震度也是有来到四级 就在花莲的光复跟南投玉山这地方是来到四级了 那镇央其实距离我们非常近 就在花莲县政府南方大概49公里的地方 而且就在花莲的近海 地震的深度也是有32.3公里 现在台风过后可以说是台湾震不停 因为就在昨天凌晨的这个地震之后 在刚刚的9点40分嘉义的中浦香 也发生了瑞士规模3.5的地震 而且这已经是截至10点为止 今天第五个有感的地震 所以变成说现在台风地震接连来搅局 不管是西部还是东部的交通 都一样乱成一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